她是野心勃勃的艺术工作者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 她是北宜于贝大之光 她是演艺圈中最纯洁的心理 无数个刷那些无聊烂片的夜里我辗转反侧 心里有一个身影 毕导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 终于她挥累了 那个杨国无数吐槽up主的她挥累了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一步 依旧是毕导自编自导自演不了 但依然还必量极高的旷世端片 莫青 我考年考博都是考了两次才考上 我相信第二次拍电影 也一定会有好结果 你再怎么样肯定会比第一步强 故事要从一场大婚讲起 开头神栏一笔 我们只知道一个好美的姑娘死了 还是被她的新郎杀死的 好家伙这是一部恐婚片 这个姑娘是一个平平无奇准备和亲的公主 皇帝派她来和亲 又派手下干掉她 借机发动了战争 好家伙正真偏 两军正前 却发现原来公主没有死 计谋早被公主识破 死掉的是一个不重要的宫女 好家伙全一偏 大家看到了皇帝的残忍纷纷离去 无等昌裕将军部下 不应再辅助此等暴君 此生皇帝将军公主驸马四足鼎立 结果公主突然反水 原来公主还是死掉了 现在的公主只是一个复制体 每个复制体的眼睛下面都有一颗泪质 好家伙 科幻片 其实一切都是将军的阴谋 为了夺取老皇帝的皇位策划一切 最后她又当着老皇帝的面杀死了复制体的公主 告诉她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故事的结尾 公主的老皇帝突然醒来 发现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梦 他还来得及阻止一切 他立刻换来身边的小太监 写了不嫁女儿的吉兆 然后这个小太监抬起了头 眼睛下面也有一颗泪质 他也是一个复制人 好家伙 好的 以上就是摸青的大致剧情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分钟 但看完的我曾经在必要的世界里 完全无法自拔 甚至忍不住想骂一句脏话 这他妈到底拍的是什么 对不起重来 这他妈实在是太精彩了 作为竹梦人 他不忘初心 成见一部竹梦演艺圈圈圈圈 二十七位主角共演 十一条线并行 如今他走过三年 回来人是少年 让我们知道 十一条线我能讲成这样 一条线我也能讲成这样 想不到吧 作为少人 五年间 他的竹梦演艺圈 从二点一分 涨到了二点二分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零点一分 实则都是为了 今天二月二日 这奇迹般的重合 感觉片方也是 懂我们必当的人啊 作为导演 他始终如一的走亲民路线 影片开播 短短两个小时 他就下场亲自解释 作为影视同业者 如凭他面费观看 光光打脸现在 抽签颠簸的逗破现状 作为宣传工作者 他的海报与正片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毫不相关 回到作品本身 短短14分钟 日道兼顾了现实与梦境 现实做到了紧跟实屎 连扫武夫的身影都清晰可见 你今天扫武夫了吗 甚至翻映了当下 世界最突出的家庭矛盾 你妈逼你结婚了吗 他把现实写定悬疑 如此翻转翻转 再翻转如此 叠中叠中叠 如此弄太齿主义 认为在观影时 需要不断补充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打开本篇之前 14分钟 即便如此 他仍然对自己的作品 不够自信 经过于自欠的味道 自己是否进步了 还是又退步了 不 我觉得您根本 没有退步的空间了 略显遗憾的是 这个段级缺少了一首 灵魂的共鸣 什么叫做艺术 这他妈叫叫艺术 我是罗军 喜欢我 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 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 chap 他 megap Gross 熊 战 流 good 用 是 瓶子 在飞